厕所伤到一半 突然出现半颗人头在偷窥 被害人拿起手机搜证 对方看到还吓到缩回去 日前市府转运站 这起夸张的偷窥事件 现在警方追到偷窥男 竟然是台北市议员 王兴敏服务处的经信副主任 我站起来仔细看就发现 他已经露出一点点头了 一般人是不可能那么高的嘛 当时被害人回想过程 整个下歪 因为就连他离开厕所 偷窥男反应都出乎意料之外 超级恐怖的 这位服务处副主任惹意 王兴敏表示 精心助理说 当天是听到隔壁厕所 有一声担心发生事情 才关心往隔壁看 隔一会不放心 又再看一下 就看到被害人正拿手机拍摄 今天他也透过警方表达 帮联络对方 还愿不愿意在派出所后面 当面说明一下 如果有对他造成不变 或者是不舒服的地方 能够当面的解释 清楚真意致歉 不过对方拒绝了 如今偷窥男身份大曝光 金星副主任28号也主动到 派出所说明 只是不管当初偷窥 动机为何 都让被害人心中 留下不小阴影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前面这人内回忆 女子边搭手扶梯边玩手机 后方的白衣男子 却越踢越近 女子警觉有意不停左右看 没想到下一秒 男子人伸手 偷拍群体风光 不过这还没完 男子继续跟在月台等车进 不顾人来来玩往 再度犯案 后方女子出言呵斥 吓得他心虚转身拔腿就跑 警方待遇监视器 一眼认出就是诚信惯犯 到他住处歹人 依法送办 但没想到一天后 比对与大湖公园站 另一件偷拍案手法类似 再度将他引送 重点是局犯案史 与前一日盗案史 衣着一模一样 立即通知陈贤 再次盗案说明 爱在捷运偷拍 连两天被逮送办 根据捷运统计近两年 妨碍秘密案件 共73件 其中有高低差的手扶梯 就超过一半 是偷拍狼 最爱下手的区域 警方也呼吁 若遇到色狼偷拍 应立即向占物人员求救 或使用警政APP 大字幕向身旁人求救 可别忍气吞声 让色狼越来越嚣张 记者杨中胜 彭新美 台北报道 女姐叫了保全 气氛冲上前质问 但军绿色上衣的男子 却急忙想待妻小 打电梯离开 女人老婆吓到说不出话 双方在电梯口强持不下 还夸张出手 要女儿帮忙推开 20号晚上 台北一名吴小姐和朋友 到北投一家知名温泉旅馆 泡汤放松 但没想到才刚泡完 大众汤准备离开 却惊见男子蹲在地上 朝女汤门口帮妻小 狂拍猛拍 我是吓到 然后我是扑着胸扑 因为很热嘛 外套还没穿上来嘛 我出来的时候 我里面连内衣 内裤都没穿 我只有屁一个浴衣 随着下坏气的po网 大众汤门口 明明告示禁止拍照 为何男子要蹲在女生门口 狂拍 请他不要拍照 还被咆哮说是店家同意 大大告示拍 也不准携带手机 严格禁止拍照 问了柜台 柜台说他们是说 愿意让他们拍那个灯笼 告示严禁拍照 仅仅眼睛一目 花了万元住宿 却吓得不敢逗留 连忙报警处理 警方先已完成 受理报案程序 并确认被告身份 将通知到案说明 泡汤泉惹出纠妃 一直表示 后续将进行检讨 但寒流来袭 民众天冷泡汤 却遇上偷拍 好心情也全都泡汤 记者叶伟林 彭新美台北报道